近年少數同學被一些網上失實的訊息所誤導 而參加了一些違法的行為 或者參與一些極為極端的活動 我希望大家在接受網絡訊息之前 停一停、思考一思考 遵守法例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整體利益的基本法條 至於針對網絡上眾多的假資訊 特區政府會積極推動媒體和資訊素養的教育 希望教導同學辨別資訊的真偽 建立神思明辨的能力 鞏固價值觀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透過不同的學習領域的學和教 德育、公民教育和全方位的學習 來培育青少年正面的價值觀 成為有擔當、有理想 具備國際視野 願意為香港、為國家的未來 作出奮鬥的新一代 集合片 投資式 發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